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中文系高真林 我在碩博士階段的專業研究領域就是戲曲 所以在大學上課之後 自然而然開設的就是戲曲相關課程 當我第一次走入課堂時 我們的學生跟我講說 哇 我以為這門課的老師會是一位老先生 可能是因為我的名字有點中性 但也可能是因為戲曲真的離大家太遙遠了 感覺好像是阿公阿嬤或是爺爺奶奶那一輩子才會接觸的東西 確實對大眾而言 戲曲好像是一個存在於過往歷史 保留在學院的一種遺產 但其實不是的 它是一種現在進行式 包括說在台灣 在中國 在所有華人所在之處 都有人在學戲 唱戲 聽戲跟看戲 那麼因此你可以看到這樣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好像沒有這麼認識戲曲 那對我自己也有個小小的期待 就是讓大家更認識戲曲跟接觸戲曲 如同我今天站在這的目的 也是希望開啟大家跟戲曲的一個起點 大家比較熟知的戲曲劇本 可能是豆兒淵或是牡丹亭 理由在於高中課本有選讀這兩篇文章 它的確是我們戲曲史上面的重要的經典劇目 分別創作於元代跟明代 但是在今天的舞台上面 你還是可以看到這些演出 例如在好多年前 白鑫勇先生跟蘇州昆劇團 他們共同打造了一個青春版牡丹亭 就在21世紀中掀起了一陣的昆劇熱 白鑫勇先生希望年輕的觀眾 更能去理會昆劇之美還有牡丹亭的浪漫 他認為這樣子戲曲才能傳承下去 而如他所期待的 在這麼多年來 我們更多的機會去看到在舞台上面 有新編昆劇也有傳統昆劇 以及在我演講的當下 現在在高雄衛舞營也再次的上映 就是我們青春版牡丹亭 你可能會想說到底誰在看戲曲啊 那牡丹亭又是什麼好看的地方 我用一個簡單的術語啊 跟大家介紹一下戲曲非常重要的藝術特色 所謂的一桌二椅啊 它指的是在戲曲舞台上面 最基本的布景跟道具 但是雖然是一桌二椅 確實可以依照觀眾看到了 一個台上的一個演員的身份 還有一個劇情的定位 它轉換出不同的意義 舉例來說 這個桌子啊 它可能是書桌 也可能是餐桌 也可能是山丘 也可能是門 而這椅子啊 它當然是椅子 但它也可能是水井 可能是石墩 所以桌子跟椅子架起來 在舞台上面的空間 就可能是客廳 可能是公堂 可能是書房 也可能是山林 但是觀眾要怎麼知道說 現在舞台上面到底桌椅代表什麼呢 其實啊 你只要跟隨著劇中角色 它的身份 它的對話 跟它的行為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說 它身處什麼樣的空間 而桌椅現在又象徵什麼樣的意義 我們有一句話叫說 場隨人以 景隨口出 它的意思就是 跟著追蹤人物行走 你就可以想像跟感受到 舞台上面可以挪移到不同空間 也可以開展出各式樣的空間景物了 用一個我們較熟悉的意思來講 就是我們的牡丹亭 牡丹亭的《遊園積木》這一齣啊 它講的就是少女多麗娘 她在遊園的過程當中 她看到叉子眼紅的春天美景 但是這場表演裡面啊 舞台上面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 可是當多麗娘 她透過她的唱詞 聲斷 她的眼神流轉 告訴你說 我看到了什麼樣的花園景物時啊 其實各位觀眾 同樣也可以把你所經歷過的春天美景 投射在舞台上面 因此戲曲是一種 邀請大家透過演員的表演 加上自己的生活經驗跟想像力 參與一齣戲的完成 這是戲曲她的獨到之處 那至於牡丹亭啊 到底為什麼又可以打動當代人呢 我想大家應該蠻知道她的情節的 她講述的就是一位懷川少女都麗娘啊 那有一次做了一場夢 然後夢到一個書生 有夢眉愛上她因相思而不可得 那後來抑鬱而終 那麼在臨死之前 她把自己的自畫像 埋在花園的亭子底下 三年之後 這個書生父親趕考 意外地呢 撿到了這幅畫像 然後呢 就召喚出多麗娘的鬼魂 多麗娘也請她 幫她起死回生 兩個人克服萬難 最後呢 終權眷屬的故事 其實這情節聽起來有點老套 有點像鬼故事一樣啊 但是我想藝術啊 它通常不是寫實的 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是 它指著人內心最深層的想望 例如說跨越身分差異的自由戀愛 例如說超越生死的永恆情感 例如說去發現自己的一個想望 而實現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期待 牡丹廷這個劇本 它講的不只是一個愛情 而是如何 我們如何去察覺自己的心願 自己的夢想 而大膽實現的過程 我相信這樣的主題啊 至於當代人 還是有點啟發性的 當然 牡丹廷非常精彩啊 可是它畢竟是數百年前的作品 有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當代的作品呢 當然是有的 在今天的舞台上面 在今天的劇場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的新編的 金劇 昆劇 歌仔戲 包括像是布袋戲 玉劇或李源戲都有 他們也用一個現在的方式 提出一個不一樣的價值情感 那麼當代戲曲都在演什麼呢 這是一個眾生喧嘩的精彩時代 戲曲舞台當然也是如此的 我們的很多劇團 他們嘗試著用不一樣的表演藝術形式 提出跟過往不一樣的價值情感 但是啊 梳理整個台灣戲曲史啊 不可能現在就現在可以實現 所以我想用三個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代戲曲的多元樣貌 這是國光劇團推出的作品啊 國光劇團在這十幾二十年來 致力於金劇的現代化 讓本來著重於表演性的金劇 也能展現文學的深度跟美感 當然劇團的作品很多 如果要找一個作品跟大家分享的話 我想跟大家先談論的 是王岐老師跟趙雪君老師 他們改編自張愛玲的小說《金所記》 張愛玲的作品啊 自然是我們中文世界的一個經典 小說語言高度的意象化 跟對於人性的深刻挖掘 是她的作品最迷人之處 但是這也成為改編成戲劇的最大的挑戰 在傳統金劇裡面 多半推崇中校結義的宏大價值 可是這個女主角曹淇巧啊 她是有一種刻薄 盡思瘋狂的女子 很多人會說張愛玲寫得真好 但很少人會喜歡曹淇巧 《金劇》《金所記》 她透過一種虛實交錯的手法 去挖掘曹淇巧可能的善良的餘室 她沒有把她寫成一個好人 但是戲曲透過大量的唱詞 去挖掘她的情感 去補足情結面之外的人複雜的思緒 包括曹淇巧 她內心底層對於愛情的渴望 對於失去兒女的焦慮 對獨處時的一個孤單跟害怕 也因此我們看到曹淇巧 她的行為還是可惡的 但是當《金劇》演員會海敏 她透過她多遍的表演層次 展現出曹淇巧外在的瘋狂跋扈 跟內在的脆弱跟孤單時 人性的複雜面就因此被帶出來了 我想藝術的目的從來不是直接告訴我們 對一件事情下直接而絕對的評價 而是探求在事件本身底下優惟的人性 也許我們在理解一件人事物時 也可以以理解鮮於批判 第二個作品我們要介紹的是歌仔戲 我相信很多人有這樣的生活經驗 就是小時候跟你的阿公和媽一起看歌仔戲 歌仔戲是我們本土域的一個劇種 那麼它也使用的 我們多數人使用的語言就是明南語 唐美雲歌仔戲團是我認為 當代最優秀的劇團之一 這劇團不只保留了歌仔戲本身的親民性 也在每一年的創作裡面 大膽地嘗試一個新的題材 帶領大家去看到歌仔戲另外一種可能性 我今天看到這個作品呢 是2023年就是在去年 有劇團推出的《臥龍永遠的筆志》 在這齣戲裡面 編劇陳建行老師寫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三國故事 在一個劇本當中啊 他不寫英雄事蹟 反而去寫出諸葛亮在面對失敗跟困境的心情 讓我們看到英雄人物也有的平凡之心 歷史通常在鋪陳影響局勢的大勢 我們的小說《三國演義》 也打造出一個以男性為屬的英雄世界 但是即便是帝王將項 即便是將領 他們也會有他們其他的身份 所以在這劇本當中 他除了寫出男性人物 在政治場上面的雄心壯志 他也寫出他另外一種身份 他可能也是個丈夫 也是個兒子 於是這個眾人所敬仰的諸葛亮 對他兒子諸葛亮這樣而言啊 卻是一個巨大的壓力 因為父親太優秀了 而同時呢 諸葛在他所期待的 也不是父親的不斷的建功立業 而是可以回到家裡面 跟我好好的相處 創造一些屬於我們父子共有的父子時光 這樣的心情 在諸葛亮的妻子身上也可以看到 丈夫在政治場上大展才華 但是卻長期缺席家庭生活 於是呢我們會看到 同樣的人物從不同的角度看他 會有不一樣的評論 但這齣戲讓我們看到更多的是 人生必然的不完美 必然的匱乏 在第三齣戲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台灣有個劇團 叫做二分之一Q劇場 他們有個作品是 《小船幻想師》為蒙娜麗莎而做 二分之一Q的Q這個字啊 代表的是昆劇 因為這劇團呢 它多數作品都改編自明清傳奇 也以昆劇作為一個主要表演形式 但是非常不一樣的是說 在另外一半的部分 它大量加入當代的不一樣的藝術元素 可能是裝置藝術 可能是視覺影像 可能是其他的劇種 可能是其他的藝術 劇團的期待 就是去用現代的劇場表演方式 去重新詮釋昆劇 那麼這個劇本改編的是 清代一個女性劇作家吳早 她的一個劇本叫做《喬影》 這是一個獨木劇啊 也是一個高度抒情的文本 在劇本當中所講的 是有個才女謝旭才啊 她在一個書房裡面去出發說 哇 我這麼有才華 可惜我身為女性 沒有發揮的空間 那在劇中 她也故意把自己穿成男生的樣子 去象徵想要突破性別框架的 這樣的渴望 可是在我們的小船幻想室裡面啊 她做一些事情 例如呢 她打造一艘小船 去取代傳統藝衝而已 她代表的是一種 從古代來到現代 承載的舞蹈 她的一種嚮往 劇中多一個角色 她是用現代舞表現的 她是一個影子 在做什麼呢 跟我們主角人物形成對話跟詮釋 同時呢 在劇中也用了像是蒙娜麗莎的微笑 維特魯歸人 或是詩喜悅翰點西方畫作 她想要打破一種中西的隔閡 那麼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性別焦慮 性別的問題在當代還在 可是我們有更多的對話空間 我們對於性別的想像 也更多元了 我常會覺得生活在台灣當代 非常非常的幸運呢 在表演藝術上面 我們看到了戲劇 以唱片作打 手演身法部 這種城市的血液的美學 在舞台上面繼續展現 但又加上了更多元的 當代藝術元素 但同時呢 在戲劇組織上面 我們看到各個劇團 他們不斷探問的是 當代人的情感價值 跟一個生存的一種期待 在東海大學啊 這幾年有個非常特別的課程 是我們跟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還有國光劇團合作的 校園戲劇傳承計畫 這門課裡面呢 由國光劇團最優秀的 京劇演員來到我們學校裡面 帶著我們學生學習京劇哦 那麼過去的經驗裡面 經常是我跟學生 在課堂上面看戲跟考論戲劇 可是這門課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學生啊 又要學習精具的唱片做大 他們還要粉末登場 這是一門非常有挑戰的課程哦 因為我們的學生 當然並非科班出身 看戲非常愉快 可是學習啊 要下足功夫的 可是很意外的是 我覺得我們學生蠻能吃苦的 而且還蠻能享受這個過程的 那麼在以戲劇知識為基礎 戲劇表演為實踐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們也看到大學教育裡面 一種大膽的嘗試 同時呢 也看到呢 年輕一輩 他不只作為戲劇觀眾 他也可能演出戲劇 我們看一小段 就是我們的學生 在我們非常美麗的東海校園裡面 在排練演戲的過程 這段戲呢 是京劇春草闖蕩的其中一段行路 在今年的6月29日 我們的京劇課的學生 也即將跟另外一個執行計畫的 學校清華大學一起到台北戲劇中心進行演出了 我們在開玩笑講說 哇 我們真的要進進演出了 我們的學生當然不如專業的演員 但是呢 他們非常認真 然後呢 他們非常投入這個學習的過程 我相信它會是當代戲劇史 非常不一樣的一頁篇章 那也告訴我們說 戲劇在當代傳播 是有另外一種模式的 以及它也證明了戲劇從來 靈魂不是這麼遙遠的一件事情 我們要想一件事情就是這是一個科技發達 網路非常便捷的時代裡面 你打開手機就可以滿足你追劇 看電影的娛樂的需求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到底為什麼我們還要播一段時間 專程去劇場 去看包括戲曲在內的各種劇場演出呢 但是對我而言啊 反而是在這個時代裡面 什麼東西都可以複製 什麼東西都可以重複播映 而劇場的瞬間急事 它反而更顯得珍貴 一個劇團 它花了好幾個月 甚至好幾年去準備一齣戲 就為了那幾天的演出 就為了那一小群的觀眾 而我們跟一群觀眾 在劇場經歷過了兩三個小時 看完戲之後啊 其實什麼都不剩下了 我們走出劇院 剛剛的事情好像沒有發生一樣 就只有你知道 但事實上呢 反而是那種無法複製 是更令人難忘的 劇場所滿足我們的 不只是娛樂而已 我們常常透過戲劇 在對自我探問 包括說你存在的意義啦 然後你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那麼你生命中的難題 生活中的挑戰 或者你不輕易透露出的 你的脆弱或你的焦慮 劇場它不會跟你講一個標準答案 它也不會告訴你怎麼做 它只跟你提問 可是當劇中人物 他非常誠實地跟你分享他的遭遇 跟你他的心情的時候 常常在走出劇場時啊 我覺得我們有一些想法不太一樣了 也許你開始會有另外一種想法 開始會改變人生行行的方向 也可能開始關注你生命中其他他者的存在 我學生常問我說 到底戲劇的意義是什麼 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夢想啊 我相信是如此的 我覺得劇場啊跟藝術 是足以改變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 但是它是用一種非常緩慢的方式 當透過戲劇 我們看到生命的一百種一千種的存在方式 我們打開人生的想像 我覺得那時候 我們自己會活得比較自在 而同時也因為這樣子 社會也更能包容各種差異性的存在 那我相信 這世界就開始慢慢的不一樣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熱 recursos 還有 感謝大家 特別Key 沒有 田優